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这组继续在云南省昭托市乌蒙山区的旅程 寻觅无迟道 拜访豆沙关 体验磅礴乌蒙 这写的什么呀 乌蒙魂 走进小草坝 发现乌蒙珍宝 看一下今天硬气好不好 这还得看硬气是吧 灯起风 剪羊毛 感受爱石山面临 别样生活 这是用什么在烤啊 羊分 淘金沙烈真心 寻找金沙江畔的淘金人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第31集 庞博乌蒙在昭通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这组继续行走昭通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角 与四川和贵州两省相连 乌蒙山脉由北至南贯穿戏间 昭通是中国古代南丝绸之路的药虫 这一地区因此也称为中原文化 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 从昭通市区出发 沿213国道一路向北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 施制组来到了严金县 我们施制组现在来到的是 严金县的豆沙关 这里呢有一条千年古道 我们请到当地的一位向导 侯老师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豆沙关位于乌蒙山严金县 关河河谷中断 因为恶手交通要道 历史上这里就是一处重要关案 向我们介绍豆沙关的人 是豆沙镇文化站的侯林 他在当地可视为名人 不仅是因为他熟知豆沙关的历史典故 更因为他长发长续的外貌 因此获得了一个毛胡子关长的称号 侯老师我想知道 这个地方为什么取名叫五尺道呢 五尺道意思就是五尺宽的一条道 是按照它的宽度来取名是吧 那最早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 比方在秦朝以前就有了一条路 然后到先前时期礼宾开道 就修都江压的礼宾 礼宾开道之后秦始皇统一国道 把这个道宽定为六尺 然后不能过车的他就改发案 然后到了宜宾过来 就不能行车了 他就改为五尺宽 意思就是一匹马能过 一匹马刚刚能通过的这么一条道 对对对 所谓五尺道 其实就是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惠泽这一段 五尺的宽度换算成现在的距离积极一米 这条路在汉朝时曾进行过夹宽 当初在这里建关既是因为路程短 又考虑到这里升高路线便于助手 古代的人们在豆沙关普路 到了今天各种道路依然要经过这里 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五道 怎么解释呢 先是最下面的是水道 悬崖峭壁旁 先看到是水道 然后是铁路 再往这边来 老的公路是吧 再往上面看 是新建的高速路 还有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千年古道 五道并存 对 脚下的五尺道 千万年河流七十形成了水道 上世纪修建的公路和铁路 以及新建的高速公路 五道并行一线 千百年的交通发展史 立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五尺道上的每一级台阶都很陡 铺路的石头早已风化破碎 常年不断地脚步 又将其磨得光滑圆润 豆沙关最重要的设施 就是这座石门关 它位于五尺道的咽喉位置 在当年关外是边疆 跨过石门关 就算来到了中原 古时候啊 应该说在这个非常想要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真实要地 而且从光续连接来看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税关 你看现在这边还有很多居民 他们就这样背着货物 从这个地方经过 对对对 几千年了这条路一直都在用 对 豆沙镇就在石门关上方的山上 住在镇上的百姓 现在还要通过石门关 去山下买东西 在更早时期 这里其实就有人类活动 古镇对面山崖的石封中 还残存着九具博人玄关 博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时期 类似的玄关在云南四川一带 多有发现 穿过石门关 就是已有千年历史的豆沙镇 过去 五十道上往来的可商与马邦 都会选择再次修正 最早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去规模的 应该说从秦朝开始 它是一个畜形 到了唐朝 基本上就形成规模了 但我看现在这边两边的房子 好像都是翻新过的吧 对 那为什么不保持原来的一种旧的建议 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遭受了一场附阵 地震过后就去恢复重建 2006年7月22日 豆沙镇发生了5.1级地震 当时镇上80%的房屋受损 后来老街被重新返修 统一建起这样白抢灰瓦的二层小楼 向导侯林就是豆沙镇人 他原先是下岗职工 由于从小就对家境的历史文化 有着浓厚兴趣 从1998年开始 他专心研究豆沙镇的历史变迁 十多年没有间断 后来豆沙镇开发旅游 他就成了镇上的一位解说员 这是我老婆 你好你好 这是我母亲 奶奶好 奶奶今年高兽吧 80岁了 80岁了 身体这么硬了 你看奶奶 81 81岁我还少说了一次 侯林的家就在豆沙镇的老街上 母亲虽然上了年纪 身体还很硬朗 平时您在这都做些什么呀 大概就走开 在街上走走是吧 断练好身体还是要 断练好身体 对 断练好身体不是 以后一家都留不动了 怎么这样 哎呀 好谢谢 你看奶奶81岁了 身体还这么好 精神状态特别好 古镇的生活非常清闲 老人家多数时间就是这样坐在家门口 喝着清茶 闪下太阳 侯林家的新房子也是正后重建的 他用自家的房屋看了一家百货商店 店铺里除了销售本地特产 还展示着一些个人作品 这写的什么呀 就是乌蒙魂 您为什么要写乌蒙魂这三个字呢 乌蒙魂这三个字我觉得有代表性 因为我们地处乌蒙山北枝 斗沙关又是入殿第一关 气势的雄关 我觉得只有用魂来体现 我的想法就是把我们斗沙关的历史文化 研究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同时来对外做一些宣传 就通过自己的一种视角去了解自己的家乡 了解这边的文化历史 然后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多了解斗沙这个地方 对对对 通过侯林的介绍 我们对乌蒙山脉有了初步影响 在这家商店里 最珍贵的就是天麻 天麻是一种名贵药材 位于昭通宜良县乌蒙山脉中部的小草坝 就是一处天麻主产地 小草坝是昭通市乌蒙山区 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 离开斗沙镇 试日组下一站就前往那里 我们试日组现在来到的是 宜良县的小草坝 这边出产一种比较名贵的中药材 叫天麻 是不小师傅 那这个地方就是生产天麻的地方吗 是的 他们用木屑来种植天麻 这地上都是木屑是吧 你看现在我们踩上去其实非常的软 踩上去一脚还能弹起来 走进小草坝林区 沿途就可以看见这种 用木屑铺成的天麻育种田 村民杨大凯一家 正在家门口的地理工作 我看这边地理还有那种大块的木头 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就像这些 这个是什么 叫什么 商品麻 是叫什么 商品麻 商品麻 杨大凯往地里栽种的 就是经过一年育种的小天麻 这一时期的天麻被称为二代天麻 杨师傅将它们埋入地里 只需再培育一年就可以上市销售 小的时候 它都是盐水水菜 有点像那个生姜 那如果说现在把这个生姜和小天麻 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是天麻呢 分辨得出来 这个天麻它是一个一个的 生姜它是成的 对就感觉有很多都长在一个根上面 天麻是一种兰科植物 市场上的天麻成品 实际上是这种植物的快精 天麻五根 无法自行生长 它通过附着在其周围的菌丝 吸收腐腊木块中的养料存活 杨师傅他们种植天麻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土壤中 菌丝的生长 那菌丝是有什么用啊 它就跟天麻生长提供养养的一个 像人类的血管一样的 那就说是扒开这块地 看如果说有这样的 就可以把天麻种在这 对对对 住在小草坝里的人家 大多都是种植天麻的专业户 为了保护森林 他们不会在山上开垢土地 他们将自家附近的田地 改造成天麻在自然状态下的生长环境 早期市场上的天麻都是野生天麻 大量采挖破坏了环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人工培育天麻成功 加种天麻成为主要商品来源 由于在相同的土壤和气候环境中生长 野生天麻和人工种植的天麻品质区别并不大 小草坝属于亚洲带高原季风气候区 雨水多 日照时间短 是这一带欧盟山区最典型的气候特征 通过这些年成立保护区 和人们对天然林的保护 附近山中还生长的大量野生天麻 到山上我们已经感觉到 这边环境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先生师傅 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两千米左右 两千多 在这我觉得还是比较暖和的 在那个天麻适合它生长的一个海拔 大概是多少到多少呢 在八百米到二千五百米左右就发生 最高能到两千五百米 对对对 野生天麻对环境要求很高 它生长在湿度大土质输送的山坡上 舍质组到达的时候 土壤中的天麻还没有发芽 初次来到这里的人很难发现 这些师傅是在这找天麻吗 那是这个保护区的 哦 是保护区的 这边有野生天麻吗现在 有 有一部分 那现在这个季节能看到什么样的 这个季节吧 就是基本在图里面 基本 扣出来才看得到 基本看不到 都是在图里是吧 对对 徐万雷是保护区的技术员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 就是上山巡护 常年在山上工作 他对这片林地上的 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徐万雷告诉我们 虽然这个时候无法看见天麻 但是技术员们 却可以将天麻找出来 我们天麻叫做麻山窝 麻山窝 对 什么意思呢 天麻就是 怎么说呢 按照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天麻呢 到这个天麻的周围 它明年也会有 这里的土质 都为弱酸性的沙阳土 徐万雷选中的这一块地 表层的土还比较干 只要稍微往下挖一点 就可以看到潮湿的泥土 要看一下今天运气好不好 这还得看运气是吧 一般来人找不到 那一定要是您这种常年在这儿 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人 怎么找到 天麻研究啊 这看着天麻就有了 这能看出来吗 嗯 你看 有了是吧 这个 这个就是野生小天麻 这个就是 你看它这个 你看它生长的金丝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军丝 对 就这个黑色的是吧 对 黑色这个就是了 这只野生天麻 还只是一年生的二代天麻 但是它已经被金丝完全包裹 一旁的浮沫上 还可以看到正在生长的金丝 天麻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第一年生长缓慢 之后就会加速生长 所以人们会将找到的天麻保护起来 等它长到三年以上才可挖出 人们在每年春冬两季采亡 冬至以前采亡的天麻 叫冬云品质最后 这个 哇 这里面这么多 哇 还有大的 像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做种子的天麻 我们换了以后我们就挑选 这个就是成年天麻 对 像这个 那像这种大小的天麻 在市场上卖大概要多少钱 如果是基本上就像这样的一级麻 就是卖到100到150 本地 在我们这地方就 就是一级麻 在这个生产地可以卖到 120块钱左右 对 是一斤还一公斤 四斤 一斤 那就说要240块钱 一公斤 对 高品质的天麻 呈尖宽 低窄的倒三角形 这样的天麻可以用来培育优良品种 徐万雷带我们来到山下的天麻育种基地 人们挑选出的高品质天麻 就在这里开花结果 从技术员们提供的资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天麻抽建结果的样子 每一颗果实就有三到五万的种子 这些种子可以直接用来培育下一代天麻 山里天黑的早 厨房里已经开始准备晚饭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 肖师傅和小徐特意准备了几道天麻菜 你看这个是油炸的天麻 这个是辣炒的 是吧 油炸天麻特别脆 对 而且是我觉得是有点那种原始天麻的那种味道 它不像山药那么灭 但还不像土豆的那种感觉 平时在家大家都这么吃吗 在我们这地方都这样吃 都这么吃 我觉得天麻这么吃有点很奢侈 好穿地方 出场地 所以穿得这么吃 天麻被当作药材使用的历史已经非常优秀 它富含天麻素 氨基酸和其他微量元素 可以抗癫痫 抗风湿 具有镇静 镇痛 滋补的功效 小草坝本地的居民 还喜欢用天麻泡酒 他们认为 和这种酒可以促进睡眠 恢复精力 那一般就是什么人能吃这天麻 我们这地方天麻只精减 就小孩子晚上今天睡不好觉吧 吃的天麻或者天麻汤 晚上睡得非常好 那就是说天麻是比较有助于 让人们安静下来 可以睡一个好觉 特别对老年人 那现在这边种植的人多吗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在种 它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的产业了 可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少的几亩 就是多的几十亩都在种天麻 那大家的那个收入怎么样 少一点就是少的呢 就是几万块钱 两三万啊 多的呢就有四五十万 就有四大数 那一年的收入都算比较不错的 像这个天麻收入非常可观 我觉得在小草坝这个地方 大家把这个天麻呢 种在山林下 但是呢 大家还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一片山林 保护它的一种原始性 所以呢 天麻也给人们一回馈 让人们在这里生活越来越好 对 我们这个临下动机吗 来 让我们喝一杯 天麻酒吧 来 干杯 登起风 观草场 体验庞博乌蒙 外幕的草场 最烧眼底 剪羊毛 烤羊育 感受赖石山牧民 别养生活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31集 庞博乌蒙 在昭通 正在播出 离开小草坝 石制组沿着乌蒙山脉 继续在昭通的旅程 我们来到昭通南部的巧家县 巧家县的地形起伏大 石制组穿行在群山间 随着海拔逐渐上升 车窗外的景色有了很大变化 现在呢 这个地方的海拔是3000米 但是风特别大 我们刚才一路过来 还有公路 现在走到这呢 已经没有路了 都是这样的坑派地 非常的深 我们的车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 当地的师傅说啊 要换他们的车 你看这边 是一大片的高山草原 我们所在的地方 位于乔家县 崇西江 这里是乌蒙山的渔脉 与之前我们走过的乌蒙山区不同 这里海拔高 起稳低 人烟西手 崇山峻岭间 只有成品的草场 和三五成群的绵羊 我们现在是在巧家县海拔第二高 也是昭通市海拔第二高的地方 赖石山 为什么要来这 它那边都是绵羊 这个地方呢 平时很少会有人来 但这个季节是最繁忙的 因为现在正好是减阳忙的季节 我们请到当地杨大哥带我一起去看看 杨大哥你好 设置组的向导杨有料 是崇西江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常年在赖石山工作 对当地气候环境和百姓生活都很熟悉 由于这里常年低温 农作物产量低 所以放牧就成了赖石山的传统产业 这一天 草场上的风力达到六级 感觉人是在被风推着走 你看这样一头羊 我看上去感觉特别胖 胖嘟嘟的一样 那像这样一只成年羊 它能产多少羊毛 我们这个阵子上 这一只男的国民旗队 它都要到八 我看还有小羊跟着它是吧 那这个季节也是产羊羔的季节 也是剪羊毛的季节 赖石山大草场上放养的都是绵羊 这些绵羊品种特殊 它的学名叫做云南半细毛羊 是一种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羊 这种羊耐寒产毛量高 赖石山上的牧民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开始养殖毛羊 热乎乎的 而且感觉特别弱 羊毛它是风潮的 摸着这么一只小羊羔 感觉这毛特别的软 那像这样一只小羊 它还要吃奶吗 还要吃奶了 除了吃奶还吃草吗 吃草 我们有给它喂的饲料 还要喂饲料是吧 你这么小你的营养还不错呢 和普通绵羊一样 这种毛羊头部和四肢的毛较短 产毛的部位主要是在背部和腹部 品质好的羊 身上的毛可以长到十四厘米 每年的三月至五月 正是剪羊毛的季节 牧民们即将开始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 为了防止剪下的羊毛混入草感影响品质 牧民们特意选在羊圈的水泥地上剪羊毛 也许是习惯了一年一次的剪毛 这些毛羊都显得很温顺 你看这个羊毛 看这个羊毛 哇 有我手指这么长的羊毛 是吧 这个算长的吗 这个不长 总共出品 这只毛羊已经七岁 看起来他非常熟悉剪毛的过程 剪羊毛很有讲究 要先从肚子上的毛开始剪 这样可以让羊毛自然翻剪 由于毛羊常年在草场上走动 腹部的毛已经被草刮得所剩无几 哇 你看这个羊毛从这边看过去 我感觉剪上来就像棉花一样 对对对 能不能让我试一下 可以 可以试一下 那我要不要做过去 我就在这就行 剪哪个地方 剪 剪肚子上 剪肚子上是吧 对对对 你看这边 这边的毛已经连接了 都是要防抬一点 什么 放平一点 对对 这样是吧 剪子能够的吗 对对对 留下 好像留下的有点多 对对对 是不是在剪呢 都是要防抬一点 放矮一点 防抬大后 剪子要拿平 对对对 放矮一点 防抬一点 哎呀 他才不会剪到皮了 我怕剪到皮了 我怕剪到皮了 这个是不要整个剪的剪 剪一剪 你看我就剪分这么一点 你看师傅剪呢 他的肚皮都可以露出来 但我剪呢 但我剪的都还留下 这个肠的羊毛 这羊要是让我剪的话 羊毛的出产 它就会大大降低 与记者相比 牧民们的手法就要熟练许多 他们剪羊毛的工具 就是普通的剪刀 只要十多分钟 就可以剪完一只毛羊 在赖石山 手法熟练的人 一天可以剪四十多只毛羊 你看这几只羊 都被剪得差不多了 肚子上毛都被剪掉了 这边是在干什么 两只毛的羊毛的长度 这个羊毛的长度有十五公分 哇 十五公分 这已经算比较长的羊毛了 这算腰筋了 我整个手长都能伸进去 因为我手指这么长 这要抓一把都是羊毛 那像这种长度的算好的吗 算正常的 正常的是吧 那这边最长的羊毛有多少 有十八九公分 十八九公分 那比这个十八九公分 还要长度这么多呢 那这种羊毛 跟其他的 比如说跟内毛的羊毛比起来 有什么区别吗 它有什么区别吗 它有什么样的 它有什么样的 它是细毛 我们都是细毛 半细毛 什么意思呢 是比它那个还要细毛 比它那个要粗点 要粗 这种毛羊长得是半细毛 与普通的细羊毛相比 这种毛要粗一些 适合做毛泥 粗毛线和毛毯 牧民的选择在此时 剪羊毛 就是担心当天气转热时 羊毛厚冷 羊的体温过高 影响其生长发育 被剪完羊毛的羊 这一年的使命已经完成 它们将回到大草原 自在地吃喝 为下一次剪毛做准备 看这袋羊毛应该还不少 羊师傅领起来 手刚才还稍微抖了一下 这有多少斤 四公斤 四公斤 人说有八斤羊毛 八斤 那今年这产量怎么样 产量也起的比起应该 差不多 差不多 八公 四公斤羊毛的话 按照去年的价格能卖到 120块钱 120块钱 这一袋羊毛就120块钱 那平均下来 没得四公斤 那我说这所有的羊 加在一起大概能有多少钱 羊毛都卖掉 总的我们这个羊毛了 应该在八万里过去 除了游走在大草场上的毛羊 赖石山最出名的就是 山顶上的怪石 这些表面粗糙的有黑巨石 就是这一地区的标志 当地人将这些怪石群称为 云南的小石林 他们会在每年的端午和立秋来到这里 一边赏景 一边赶集 我们与杨师傅一起登上 赖石山的顶峰 这里海拔三千二百米 由于四周没有任何遮挡 山顶的峰非常大 富石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不知草场有多大 只因为登赖石峰 我们现在是登上了赖石山的最顶峰 看这边五万亩的草场 尽收眼底 那我想知道这边 为什么要叫赖石山呢 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 赖石山就是 你设计的赖石山 他就去死都 赖民营的赖石山 就因为他吃到七星怪畅 就叫他一个赖石山 对于赖石山怪石的成因 当地人有很多说法 有的说是因为火山爆发 有的说是大风侵蚀 到底哪一种正确 还有待地质专家考证 赖石山顶峰常年大风低温 持五细疏 只有一些薅草和低岸灌木 由于气候和过度的放牧等原因 赖石山曾遭受石墨化侵袭 后来经国家扶持 本地牧民减少了养殖生畜的数量 并开始人工种草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大草场才恢复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这些羊马上也要赶回羊圈了 是吗 在前里 因为区别的含了小羊 狗羊在外边看来 那现在这点羊也赶回去了 这边的牧民是不是也该吃饭了 他们给羊子关起后 先煮的饭吃 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吃的羊也 蜜牌都吃 赖石山上牧民的生活简单而平静 对于食物也是如此 当地人将马铃薯称为羊育 这种农作物容易生长 牧民们拿它作为主食 这是在烤羊育 这是用什么在烤啊 用这个羊肥 羊粪 这个大块的就是羊粪 羊育大家都是这么吃是吧 你拿火烤一烤就可以了 也可以煮着吃 用羊粪烤羊育 这是赖石山的一大特色 当地人认为 赖石山的毛羊吃的是青草 喝的是山泉 自然没有任何污染 人们从草场上解灰羊粪 将其晒干 用作燃料 烤羊育时 先将干羊粪烧成火炭 再放入羊育 待火炭烧成灰白色 羊育表皮完全烤焦 就可以吃了 这是已经烤好的羊育 我看看 烤好了 还不是特别烫 是要什么 要把它刮下来 跟这个刮的 跟这个鞋刮的 它里面就晃 是晃的了 这个羊育的皮烤过之后 特别的脆 还真是这么低子 用手剥就行了 手剥一下 手上就黑了 所以一般大家都喜欢 都喜欢用这个剥下来 边摸边吃 边摸边吃 对啊 先尝一口 是有那种青草的香味在里面 我第一次这么整个的吃 你吃一整个土豆 一口咬下去 感觉里面特别的脆 外面还有一点面 口感还不太一样 吃羊育时可以蘸调料 也可以直接使用 每次烤羊育时 牧民们只会在 同一块地面上 使用火盆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 发生火灾 而且可以保护草场 将羊群赶回羊圈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终于可以休息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吃着新烤出的羊育 愉快地聊着天 跟牧民一起 他们已经把羊都赶回羊圈了 我们就坐在这 升上火吃着这样 刚刚烤好的羊育 我觉得像这种羊育 都是大家自己种的 羊粪就是从地里捡回来的 都是纯天然的 就地取材 大家生活在这里 其实不是特别方便 但是大家非常满足于 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咱们就吃着 都是自己通过劳动所在的 所以吃着也是非常甜美的 高比旁博乌猛山 走进浩荡金沙江 这是在桃亭吗 在桃亭 桃金沙 烈真金 寻找金沙江畔的桃亭人 这个地方看上去 中间把那种火焰深射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三十一集 庞博乌蒙 在昭通 正在播出 走下赖石山 设置组来到 巧家县城外的 金沙江边 这里海拔只有六百多米 河谷中吹着温暖的热风 桃桃江水 把高山切成深谷 又在河谷中 冲击出了 平缓的河滩 可能是在江边的原因 这边风特别大 我们现在就站在江滩上 看江滩上都是这样的 碎石细沙 还有这样的红色淤泥 掰一下都碎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因为夏天的水位 可能会比较高 把这边都淹没了 冬天的水位又降下去了 所以会有这样的淤泥沉淀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 我们是来看一种 古老的劳作方式 淘金 就在下面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河段 每年旬期 江水加带着大量泥沙 奔涌而下 当流青河道拐弯处时 水流变缓 密度大 质量重的金沙 就会沉积下来 等到洪水消退 河潭露出 就可以在这样的地方 淘到金沙 由于这些年 国家已经禁止 在金沙江非法采进 为了保护传统文化 当地文化部门 特意邀请到 曾经在金沙江边 淘金的陈忠仪师傅 为我们演示 传统的淘金过程 今天淘到金了吗 淘到金了 在哪呢 在金沛里面 在这儿呢 对对对 你看这样 映着太阳光就能看上来了 你看就这边 很小的 红色的 一个木斗 一个柳条框 和一块布满凹槽的板子 几乎就是 陈师傅全部的淘金工具 淘金至少需要 三个人共同操作 一人淘洗 一人挖沙 还有一人要不停地 用小篓 搬运带淘洗的江沙 淘金用的柳条框 被陈师傅叫做金框 它可以过滤出卵石 和大部分沙粒 颗粒小的合沙 金沙与金沙一起 被冲到清洁的木板上 这块木板名叫金框 上面已经刻满 一条条凹槽 水流夹带的沙粒 顺着凹槽流淌 由于黄金的密度 远大于普通沙石 所以质量重的金沙 会沉淀在凹槽中 长长的沙滩 到底哪里有金沙 这就需要淘金人 有一双金眼 这是选金沙 您是把上面 这些大的石块 先把它刨开 然后呢 原来陈师傅是要用金盆测金沙 在一个淘金小组中 领导者就是像陈师傅这样 能够看出哪里有金沙的人 这个人也是整个团队的组织者 和收益分配人 这边沿岸都有金的吗 都有 你说是金沙江沿岸都有金的 都有金 怪不得叫金沙江 原来是这个江滩上都是有金的 所以叫金沙江 金沙都附着在潮湿的沙粒上 如果有金沙 只需用金盆简单讨喜 就可以显现出来 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 快速确定这一片河台里 是否有金沙 我看您是一家人吗 那是我们一家人 那是您自己小孩 什么神圣 孙子 您都当爷爷了 真看不出来 那您呢 孩子在哪啊 孩子打工去了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在这淘金的 有 开始淘了 从八几年就淘去 八几年就在这了 淘金是个辛苦活 三个人干一天 也只能淘到半克左右 由于收入低 劳动强度大 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淘金工作 时间已临近中午 陈师傅停止工作 还要检查上午的劳动成果 由于金沙颗粒过于细小 金床上的每一条缝隙里 都可能藏有金沙 所以陈师傅他们充气的特别仔细 我印象当中淘金 可能会一下子淘出 绿豆大的那种大金粒 但其实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小 将金床上留下的所有颗粒 冲入金盘 还需要再次讨喜 续出杂质 最终在金盘里剩下的 就是续密的沙粒 和闪耀着光芒的金沙 这金盘是您自己做的吗 自己做的 用了多少年了 这个盆在我里面说 比我的岁数大 比您岁数多大 陈师傅祖上都是淘金人 从16岁开始 他就跟着父亲在金沙江边淘金 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淘洗 上午的劳动成果 全部留在了金盘里 陈师傅将随时携带的水银放入金盘 水银可以与黄金形成合金 从而将泥沙中的金沙聚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金盘里面这么碾就行 拖就行 这沙子其实还是湿的 我这一搓 沙子全都跑到金盘两边去了 不停地揉搓可以使水银与金沙充分融合 经过再次淘洗 金沙会彻底与泥沙分离 陈师傅在江水里仔细淘洗了十分钟 我们终于看见金盘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颗粒 搁在手里面就担心被风吹掉了 就这么一些 陈师傅这边有多少 能有半颗吗 还不到半颗 大概有多少钱 也就一百多块钱 万粒河沙 一粒金 多么来之不易 从早上七点出门 陈师傅他们在江边工作了四个小时 虽然他们卖力地工作 但是收获却没有预想得多 陈师傅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他说家里还有多年前淘到的黄金 陈师傅的家就在金沙江边的黎明村 这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 现在 黎明村很多人家都在培育桑树苗 金沙江河谷中湿热的空气 为桑树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一进家门 陈师傅就在院子里忙活开了 他将几个玉米兴烧成火炭 这就是他提炼黄金的工具 炭火的高温可以将水银蒸发 留下的就是高纯度的黄金 我从这个地方看过去中间火焰的颜色就特别像以前在金店里面看到拿那种火焰喷射的那个感觉 现在已经能看到黄色了 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现在烫吗 还烫 还烫是吧 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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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热 还有点热 你看这个 看这个 已经能看到了 是黄色的 一个小颗粒 这个大概有多少克 有0.3克 0.3克 您怎么知道可以这么准确 这我时间长了 我差不多大 我看这个现在今天刚烧出来的还稍微有一点黑了 哇 这么大 这个有多少 半克多 你看比它大多了 这个纯度高吗 纯度高的 这个纯度有多少 这个有93 93 眼前的粗糙颗粒并不像我们在金店里看到的金块 这还只是未经加工提纯的黄金 陈师傅告诉我们 上世纪80年代 曾经使金沙江淘金的高峰期 淘金人工作一天可以挣到100元 现在国家为了保护环境 禁止在金沙江非法采金 当年的淘金人也纷纷转行 一项记忆被传承了百年 淘金看似充满了辛奇与诱惑 这其中的辛劳与付出 只有淘金人自己知道 以前大家把它当成一种安身立命的劳作方式 现在淘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希望我们的记录可以将这项即将消失的记忆 永远保存 昭通的人们热爱生活 同时他们又懂得享受生活 他们懂得利用自然资源 同时又懂得保护自然环境 生活在大山中是奢侈的 奢侈的时间奢侈的阳光奢侈的欢乐 沿河行走又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历史 这里的文化 这里的诗情画意 就像大山中的人们追求幸福的脚步一样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的脚步还将继续 我最大的愿望是想开一家旅游公司 带着很多人去山清水水的地方去渔游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那个天花城也做好 然后让附近的村民共同富裕 本媚国พURk 欢迎回家跟你世间 登高山 走白川 天高地换 与水晶不分垣 爱在心间 较义聪 血榴弯 花瓶流汗 红绳玉如浪 好梦缠绵 爱红树 天山雪莲 冒春初 心安不见 喜马拉雅 能当往哪儿 冲荡月静 看五月翻岸山 万里的山 和万里的船 不回落转不见 也山水流 爱人有钱 能力转发我 抓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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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